米索前列唇片是打胎药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陈健西恩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米索前列唇片是打胎药吗 米索前列唇确实是一个打胎药 当然它一般来说不是单独用的 那么它是跟米菲丝酮是合并起来用的 我们药流的经典的药物 就是米菲丝酮合并的米索前列唇 米索前列唇它属于一个前列腺素的制剂 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 作用在已经受到米菲丝酮的影响之下 我们的胚胎组织 我们的绒毛组织已经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坏死 跟宫壁已经联系的比较松解的情况下 那么可服了米索之后 可服或者是也可以外用 米索之后可以造成子宫的强烈的收缩 这种收缩就可以把宫腔里头的运囊组织 给它排出去 所以我们米索前列唇确实是一种打胎的药物 是打胎药物之一 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 我们有时候也把米索前列唇作为一个单纯的促进子宫收缩的药物来使用 其实也是可以的 米索前列唇 因为它是一个前列腺素的质剂 所以它就存在有前列腺素质剂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因为它主要是促进平滑肌的收缩的 我们知道子宫肌纤维它是个平滑肌 那么肠道的肌肉纤维它也是个平滑肌 所以在口服米索前列唇之后 有些人会出现恶心 吐 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这种肚子疼痛 肚子疼 腹痛 可能会出现腹泻这样的情况 那么都是一个这种平滑肌收缩引起来的作用